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 成都 青城山脚下 这个小湖是我们的垂钓区 看到对面小湖上有人在垂钓 也不知道他们钓得怎么样 跟你说钓了五条了已经 是吗 真的 这是谁呀 这是新来的那个忘不了农场的小服务员 小服务员 哎呀 举个的干账 小鸭鸭服务员 这次加入到我们 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美景里边 它有了美人 这个对 美起来 到了我们的小拱门 也就是我们的忘不了农场的入口 看到对面这些小的别墅了没有 老人们每人有一栋小别墅 走到这边有一个小房子这是谁住的地方呢 是羊鸭住的吗 还是那么羊子住的 哦好像都不是 是这么样的小朋友住的 已经到了午餐室了 哎呀你叼这个牙签 哎呀这吃的 对这是我们的两只可爱的羊鸵 这个羊鸵还叼了牙签呢 哎呀我们的小黑羊子 哎哈喽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露天电影院 因为下雨所以把凳子都翻过来了 到了这里就是进门了 随着这个十几小路 两边漂亮的花草 就进入到了我们的院子里 哦哦哦 忘不了餐厅 在我们农场里边的餐厅 好再看一下 我们的餐厅里边是什么样的 哦 啊大家在辛苦的工作着 这就是我们的忘不了餐厅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多功能厅 我们也把它叫做悠哉悠哉 也就是说这里是您最休闲 然后最放松的地方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就是我们的 绿色菜园这里的菜呢全部都是没有农药 然后特别的有机以及特别新鲜的蔬菜园里有什么 有上海青 然后有空心菜还有我们特别诱人的大茄子 你看这里的菜一共有十几种的品种 看到了吗 这是芋头 这是芋头 芋头长得这样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这边还有这是毛豆 上海青 然后还有我们的红薯尖 这是张奶奶特别推荐的蔬菜哦 然后这里还有小番茄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西兰花 对 看西兰花长这样 在这里面藏着呢 现在还没有长得特别大 我相信等你们来的时候就可以吃到了 这是空心菜 看到我们的菜园以后 你是不是特别有冲动 想马上来品品鲜呢 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旺不了农场 记得收看节目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辣母杨子 今天呢我带大家来逛逛我们的农场啊 看看我们农场里都有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家族的这两位新成员 大鹅 而且它俩是一个公的一个母位 听说鹅的战斗力很强 其实我不太敢靠近 我怕它们牵我一股 好甜咯 真单贝 就近点来看 哎呀它们的脚尖不错呀 嗯 哎 好了 哇真的是一对人一个公一个母 不知道有没有下蛋 哎呦 它们还挺害怕我的 走了 哎呦这里非常适合拍照 就是你知道 这个绿油油的 然后加上它们这木制的小房子 然后再配上这两只形影不离的公鹅和母鹅 很适合情侣过来拍照 打卡指数五颗星 我们走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看看 有下蛋吗 没有蛋 OK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我们的垂钓区 垂钓区是本次我在农场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之一 因为我觉得钓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然后听说我们这湖里有八千斤斤鱼 然后各式各样的鱼 看看这边怎样 先要穿过一片柳林 哇塞 这怎么连那个烤鱼架子都准备好了啊 钓上这些可以烤着吃 然后也可以拿到我们餐厅里 我们给你加工 这是我们钓鱼的地方 真不错 真不错 这里有鱼竿还有鱼网可以自己弄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还有一个下午茶区域 那今天因为是下雨 所以这边 因为路面比较牛腻 就没什么人 不然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 这下午茶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坐这儿 喝点咖啡啊 吃点甜品啊 吃点我们农场食物的地方 看 非常适合拍照 打卡指数五颗星 还是因为整个配色 你可以看到 你看从我镜头里 完全原生相机都可以看到很好看 真不错耶真不错 而且这个大鹅还有这个锤鱼 还有这个下午茶区域 它们离得很近 所以说整个这一块都非常适合过来打卡和拍照